好,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想今天不管是任何一家國際媒體 國內媒體 基本上新聞報導要做到三要 也就是報導要查證 內容要真實 新聞自由要捍衛 今天若有任何一家媒體 被指控他的編輯或報導 受到任何團體或任何一個人的干預或指示 這是非常嚴厲的指控 而且涉及到新聞自由相關的干預 我們必須非常嚴肅的來看待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看了通篇金融時報 他們的報導裡面 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證據 尤其是大家一而再再而三引用的 說有記者報導接到 每天接到電話 結果沒有具體的人民 沒有具體的時間 沒有具體的地方 或任何形式的受訪 通通沒有 所以造成 結果很多其他的媒體或網路 沒有經過相關的查證 大量的引用 所以 甚至NCC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也在第一時間竟然說要行政調查 我相信大部分台灣的民眾 其實真正想知道的 甚至期待NCC要做的 是要釐清到底 這個第一時間出來指控的人 他的報導是不是屬實 證據在哪裡 還是你只是用隱匯 匯聲匯影的方式 來做相關的指控 那這到底是不是假新聞 選舉只剩下半年多 但是民進黨 卻為了掩蓋執政的不利 掩蓋經濟表現的不好 開始抹紅 抹黑 各種選舉操作的手法一一出籠 但我必須要強調台灣終究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我們還是相信證據 民眾的眼睛也是血亮的 選舉還是必須要回歸到正軌 人民對於這些惡意的扣紅帽 惡意的抹黑抹紅 已經感到極度的厭惡 以上 謝謝 習主席對台灣以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動的骨肉兄弟 是血濃與水的一家人的感情 推動進一步的國民化大義 增進台灣同胞福祉 以尊重台灣現有社會制度 和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 作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推進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 這種濃濃的心情呼喚 台灣人一定會有所感覺的 所以我建議 以大陸今天的實力與自信 應該開始要主動 盡力迅速彌補過去 兩岸心靈感應上所做的創傷 用心以物質加現實的態度 來爭取台灣的民心 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歷程 由起有弱 時好時壞 期間有合余的新局 也有危機的對立 今天各位兩岸有勢之勢 共需堂 在這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時刻 回復與黨話兩岸關係的發展 大家疾思廣益 眾志誠誠 相信具體會對今後兩岸 抬轉新局面 發揮積極正面的影響 我是個台商 來往兩岸已經28年 因為經民旺旺私底的關係 所以時常有機會 到大陸各地大小城鎮 也結識了許多地方的一些 領導和大陸的朋友 經常也離子之間 交流關於兩岸的見解與探訪 08年 因在運營聚會下 我參與了台灣中時媒體集團的基民 成為媒體人 也因此有機會接觸到台灣割結成代表 及黨派政治人員 在我穿越的過程中 經歷了台灣經濟成為的階段 也已經見證了這近30年來 大陸各地澎湖發展的景象 更艱難地目睹台灣近年來的不成長不進步 這種所謂的維持現狀的階段 今天我將本的真道理性 不敗被割讓給日本 又因為勘戰的勝利 重回祖國懷抱 無論從歷史、寫言、文化等等事實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我對今天兩岸的概念是 國共內戰以前呢 兩岸本來就是在一個中國之下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依事實而論 兩岸今天所以會分疑分治 與此對逆 完全是國共內戰的連續 所造成的後果 可是大家可能忽略了 在2005年 國民黨連戰主席 黃沐大陸時 國共兩黨在形勢上 已經結束敵對 那實質意義上 不就等於兩岸恢復一個中國的狀態嗎 換錢呢 依中華民國憲法兩岸本來就有同屬一中 也就是說 兩岸的憲法都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 所以呢 所謂一中定位 根本不是問題 我們知道 大陸是以黨領政 以民意為一歸 但是台灣呢 自從第一次政黨倫敵以後 僅是以民意為 民意加上民粹為寶下 所以即使蔡英文 到今天對兩岸關係的性質 回答得不清不楚 即使民進黨呢 有台獨黨綱 但是請大家呢 知道 民進黨呢 只有二十幾萬人 民進黨的黨員啊 只有二十幾萬人 占台灣人口呢 只有百分之一 這並不代表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台灣人民 有台獨的意念 各位請回想 16年台灣選舉的時候 蔡英文針對兩岸關係曾經在強調 要維持關係 因而才能順利當選 這代表著台灣人民 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很關心很注重 完全不是因為支持或認同 台獨黨綱才會投票給他了 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 兩岸交流三十年 到今天呢 還有一半以上的台灣人沒有來過大陸 甚至有不少人對大陸的印象 還停留在二十年前 所以我認為 台灣既然是民意加民策為導向的體制 且每次選舉呢 是一人一票 所以大陸要推動兩岸融合發展 就應該把工作做到人民的身上 讓台灣人感受到兩岸好 台灣才會更好 目前多數的台灣人民 對民進黨處理兩岸 似乎是絕望 對國民黨呢 也非常失望 對共產黨應該是有盼望 但是又怕受障礙 事實上 台灣人與共產黨之間並無深仇大恨 只是因為在國民黨威權執政時期 傳統的黨國教育就是反共 台灣人對大陸是怕上家話 因為不了解 所以怕 因為不信任 所以怕 所以一說到統一呢 才會有那麼大的障礙 也就是說怕接近大陸 更怕共產黨 不僅民進黨如此 我相信國民黨何嘗不是呢 我們在座覺得台灣的你們認為呢 但是我相信 這些人的內心底 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 所以請大陸同胞能多理解 並且能諒解台灣人 目前在統共的心態下 有時候會做出種種不合常理的行為 最近台灣媒體針對 中國共產黨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 有很多相關的報導 相信台灣人都深深感受到 中國夢在不久的將來 絕對是名副國強 更其味道全國上下每個人 內心都充滿了自豪自信 和大團結的心情 習主席對台灣 以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苦肉兄弟 自協濃與水的一家人的感情 推動進一步的國民化大義 增進台灣同胞福祉 以尊重台灣現有社會制度 和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 作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推進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 這種濃濃的心情呼喚 台灣人一定會有所感覺的 所以我建議 以大陸今天的實力與自信 應該開始要主動 盡力迅速彌補過去 兩岸心靈感應上所做的創傷 用心以物質加現實的態度 來稱取台灣的民心 積極深化兩岸一家親 多說一些有感情的話 多做一些會感動的事 讓內心排斥共產黨的那些台灣人 體會到大陸的善意 進而改善那些人 對大陸共產黨這種不必要的敵意 認清認同兩岸本來就是同屬於東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的事實 達到兩岸同胞的心靈氣和 在此我要呼籲蔡英文政府 兩岸好 台灣才會好 愛台灣就是要讓台灣人日子過得更好 蔡英文主席要承認自己的祖先 和自己是中國人有那麼難嗎 請不要辜負台灣同胞對你的信任 不要為了無謂的子孫 將來有一天讓台灣人 在大陸同胞面前抬不起頭 不要在台式大陸 不要再搞去中國化的小動作 不會要呼籲台灣民眾 對自己要有信心 兩岸同胞以後說不定哪一天 我們台灣的子孫有能力 也有機會做這個世界最偉大的中國 的重要的領導人 所以我們台灣人要確定政治過去 現在與未來的中國 相信慢慢的台灣人絕對會 身為中國人為光 明九年我與黃金龍社長 我們王壽宗總編輯 龍虎編的總主席 我們創立旺報紙 中指就是要讓台灣人切實認識大陸 了解大陸 慢慢藉由認識了解 來化解一些疑慮 今年呢我們中市在出家董事長 又特別開設兩岸 並忘了節目 特別邀請了這個大陸學者來參加 其目的是希望兩岸講真話 講真話以後才有辦法求了解 得負信 那大家才能心靈氣和 融合來發展 我也一再要求 萬萬中時媒體集團的同仁們 在兩岸交零上 台灣是生我養我的故鄉 大陸是我事業著壯的故鄉 我自認是一個 對兩岸有深切體會與感情的人 今天事業稍有成啊 心有欲欲的時候 我把兩岸融合發展中國人的大團結 視為我的義務跟責任 在座各位有心人 咱們一起努力 讓我們偉大的中國們早日實現 謝謝大家 祝大家身體旺旺 讓我們中國旺旺旺 謝謝 謝謝蔡董事長充滿